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是秦说频道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上战役之一 也是形成三分天下局面的一个转折点 赤壁之战不仅展示了诸葛亮的智慧和诸语的勇气 也体现出了关于人生的一个哲理 这场仪少胜多,仪弱胜强的赤壁之战告诉我们 人生不是一帆风润的 有时候需要面对严峻和形势和困难的环境 但是只要有信心和勇气就能够克服困难 创造奇迹,苏东坡有一手念浓胶 赤壁怀骨对此给予了最佳的诠释 这首词是苏氏对于往昔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对于自己坎坷人生道路的深深感慨 抑郁沉挫地倾诉他怀在不遇的无限憾恨 全词戒酒言怀,直书兄义,思接古今 感情沉郁,将全词的深度推向极致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探究苏氏此词到底包含了怎样的感慨 表达了怎样的心境 以及对于后世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影响 苏氏这手念浓胶,赤壁怀骨丛总的方面来看 气象磅礴,格调雄昏,高唱入云 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 通篇大笔挥洒,却也趁以邪婉之举 英俊将军与妙龄美人相应生辉 郎范豪情与感慨超旷的思绪叠相递转 做到了庄中含鞋 直中有趣,特别是他第一次以空前的气魄和艺术力量 塑造了一个英气勃发的人物形象 透露了作者有志抱国,壮怀难愁的感慨 唯用词体表达重大的社会题材 开拓了新的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读苏东坡的这首词 念奴骄,赤壁怀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顾磊西边,人倒是三国诸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案,玄起千堆学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恭敬当年,小桥出嫁了 雄姿应发,余善关金 谭笑间,抢鲁灰飞烟灭 故国申友,多情应孝我,早生滑发 人生如梦,一尊环泪江月 浩荡的长江,永不停歇地向着东方的大海奔流 从古至今,有多少英雄人物 就像这江中的一朵朵浪花 无论是大还是小,都湮灭在无数次的朝涨朝落之中 看那一座座古战场迎来的西边 雄骏陡峭的赤壁,威然在江边挺立 此地的百姓都自豪地说 这赤壁只属于三国的周郎 江岸的岩石虽然坚硬,焚云纵横 竟也被这无间不摧亘古不息的波涛所洞穿 天地昏暗,怒涛惊狂 在高岸之上携风荡雨 无弄浪花千虫 犹如千万雪堆从天而降 这如画的江山,孕育了多少豪杰之事 建立了无数的不朽的工业 想象当时的周瑜凶藏谋略,美人在侧 雄姿勃发,何等鹦鹉豪迈 与善清瑶,金泽微轮 在万马军前,与宾客谈笑自若 正当此时席卷天地之事的曹军自是军事强盛 却忽然陷于周郎因当日之天时 一赤壁之地利 成无数持人和而不下的机关之中无法自拔 一败涂地,神有古今,令人不胜唏嘘 顾影自怜,微身渺小,却已是两鬓斑白 功名为酒 人生如梦如幻,不可捉摸 且将杯中美酒,洒向天上尝照古今的明月 叶农娇赤壁怀骨是宋代文学家苏氏的一首好访词 是他在黄州折居期间所作 苏氏因为参与屋台诗案 被贬为黄州团恋史 流放在江南偏僻之地 原封五年,1082年,苏氏45岁 他游览了黄州城外的赤壁基 这里是长江北岸的一段红色山崖 风景壮丽 苏氏借用赤壁之名 联想到三国时期周瑜在此大摆曹操的赤壁之战 感慨千古风流人物的英雄气概和工业荣辱 同时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 只想未遂,人生如梦的忧郁情怀 他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 将写景,雍史,抒情融为一体 创作了这首气势恢弘 感情深沉,意境开阔的名片 尚却一大江东去开头 展现了一幅壮阔的江河画卷 气势恢弘 作者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 如比喻,逆人,台比,队欧等 使得语言生动形象 富有音乐美 例如,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一句经典的比喻 将历史人物比作江河中的浪化 既表达了作者对英雄的敬仰 又暗示了英雄的修饰后无常 顾磊西边 人倒是三国猪狼赤壁是一句拟人 将赤壁赋予了人格 使之成为三国时代的见证者和传说者 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捡起千堆雪是一句排笔 用三个动词短语描绘了江水冲击岸边的壮观景象 千堆雪又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形容浪花白茫茫的样子 江山如画是一句对偶 用四个字概括了整个上阙的邪景内容 也为夏雀的转抒情做好了铺垫 夏雀一意识多少豪杰开始 由邪景转为抒情 作者借曹操之口吟用了自己的心声 作者对曹操的评价是复杂的 既有敌对者的厌恶和鄙视 又有同仁者的惋惜和同情 例如 遥想恭敬当年 小桥出嫁了 雄子应发是一句讽刺 用朱鱼的美貌和才华 来衬托曹操的丑恶和无能 余善关金 谭笑间 强补灰飞烟捏是一句赞叹 用朱鱼的轻松和从容 来对比曹操的惊慌和逃亡 故国深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是一句感慨 用曹操的怀旧和多情 来映示作者自己的忧国忧民之心 人生如梦 一尊环丽江月是一句豁达 用曹操的饮酒附诗 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超染和洒脱 这样的写法 既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又展现了作者对人生的独到见解 人生如梦 如水 如风 梦中有欢乐 有悲哀 有荣耀 有落寞 醒来后 一切皆空 水中有轻波 有灼流 有奔腾 有静止 流逝后 一切皆无 风中有和煦 有凛冽 有高飞 有低人 消散后 一切皆灰 人生何处不怀古 古人之事 金人之见 古人之情 金人之怀 古人之志 金人之愿 我曾经有赤壁 观江山 思英雄 赤壁之战 三国之分 千古之变 壮士一去不复返 英雄气短如檀花 江山依旧在 英雄何在 我心慰藉于嗜酒 借酒消愁 借失输怀 失酒之乐 不过是人生一瞬 人生几何 能有几回折腾 我愿与诸君共勉 不负此生 不负自己 人生不是孤独的 有时候需要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 根据形式的变化 灵活的调整策略和方法 互相支持和鼓励 才能够实现共同的目标和理想 才能够把握人生机会 达成目标 生活中 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 万事如意 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 就像苏氏这首词中 所写的故事一样 周瑜面对铺垫盖地 而来的百万曹君 既没有丝毫退缩 也没有孤注一致 去选择与曹魏大军 玉石俱焚 而是巧妙地找到正确的方法 将巨大的危机化解 那么 从苏氏这首念奴交赤壁怀骨之中 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启发 究竟要怎样去做 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 从而克服诸多的障碍 使自己的人生道路更加宽阔平坦 下面这五个方法 或许可以给你一些指引 首先要找出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困境中的人们 总爱胡天叫地 埋怨世道不公 结果不但走不出困境 而且陷入了更痛苦的深渊 与毫不见柳暗花明的转机 这就要求 我们一定要先找出让你陷入困境的根本和关键原因是什么 找出了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我们就能找到破解的方法 遇到困境 不能自腕振脚 如何找出路 就要客观回答三个问题 困境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困境 我该怎么办 并一一列举出来 其次是坦然接受失败 面对困境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逼自己振作 这样做看似是在鼓励自己更快走出困境 事实上却是在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 也是对当下自我真实状态的否定 真正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 恰恰是逼自己振作的反面接纳当下的负面情绪 允许自己暂时无法好起来 而要想实现这种接纳 我们需要进行自我关怀 自我关怀指的是 一个人能够将同情心扩展到自我身上 以应对不足失败或普遍性的痛苦 在自我关怀中 我们得以理解自身遭遇的痛苦 给予自己所需要的支持和关怀 陪伴自己度过艰难时刻 第三是要学会变通 条条大路通罗马 当自己走不出困境的时候 要换个角度想问题 不能一根筋走下去 转变思路 往往会山崇水腹已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寸 陷入困境 一定要明白 世间有些事是无解的 这种情况必须要转变思路 寻找其他方法 转变观念 才有可能更快地走出困境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必须思考变通之策 因为客观情况在不断变化 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一个人现在所处的境况 其实正是以往自己所持有的态度造成的 如果想改变未来的生活 使之能按照既定的方向航行 就必须要学会变通 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坚持错误的观念 固执不愿改变 就算付出再多的努力 也只能是枉然 在任何关键的时候 变通的想法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如果你在行动之前能够认真思考 想出最恰当的方法 那你就能有效地做成自己想做的事 第四是学会冷静客观面对 在困境中不能迷失自我 更不应该逃避 逃避只会让自己更烦恼 只有积极面对 勇敢面对 不惧怕 找到问题所在 改于吃苦 就能走出困境 要勇敢面对困境 对困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困境既然是人生中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真命题 那么持面对还是早面对 都得要面对 而且困境往往能够锻炼一个人意志 增强其勇气 越过一个个困境 将会得到一个新的体验 跨越一种新的成长 第五是胆大果决 勇于行动 要走出困境 需要的是信心 需要的是实干 自古以来 所有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 无一不是脚踏实地 吃苦耐劳的人 古语有云 临渊险渝 不如退而皆往 这就告诉我们 挨声叹气不是办法 幻想憧憬不是办法 只有信心十足地去干 才能走出困境 面对困境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做好自律 并且比别人多做一点点 不可能绝非永远 敢于行动 奇迹才能发生 只有行动 才能赋予你生命的力量 无论目前的处境多糟糕 都要相信自己能行 重新规划自己事业和生活 一步步做起 积少成多 你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其实困境是无法彻底打败一个人的 而彻底打败一个人的是脆弱的内心 一旦脆弱的内心被困境击倒 那很难再站起来的 困境对于我们来说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挑战是当我们不能正确处理它的时候 可能带给我们的结果 将会是落入深渊 相反的 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困境之后 你就会迎来属于你新的人生 让我们从苏世之手念奴交 赤壁怀骨汲取力量 明白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绝境 而是成长的机会 我们要有勇气和信心 面对困难 寻找解决办法 不放弃自己的理想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克服困难 达成人生理想 实现自我价值